《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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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 錢穆先生《中國史學名著》的介紹 屬於第七講 對於《史記》這本書的下半段 它這邊的重點 大概就進入到《史記》這本書的架構 跟它的內容的部分 我們會比較快速的介紹 因為畢竟不是專門開《史記》這一門課 在大學裡面的話 或是說假設在佛學院 要專門開《史記》這一門課 可能至少要開一整個學期 或者開一整年 那就真的要對裡面的文章 就要一篇一篇仔細的去看 而且要進一步去看說 《史記》這本書裡面 某一個篇章跟另外一個篇章之間 互相對照 然後看它內在的關聯性 我們這個課程 是屬於我們國學概論裡面 對於中國的史學的一個介紹 所以大概只能夠用一種 比較鳥看似的 比較大略的介紹 但是我還是鼓勵各位 就是說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可以去看看《史記》的一些白話的翻譯 也有人對《史記》的內容 去做一個比較精簡的介紹 會附上一些圖片表格的 我覺得透過《史記》 對我們中國的歷史 從我們講夏商周 一直到秦朝到漢朝 屬於我們中國講 屬於先秦的 就是秦朝之前的 包含一點點漢朝的歷史 這個是我們歷史的源頭 是蠻重要的一本書 當然如果接著《史記》下來的話 我個人是推薦各位去看《知智通鑑》 因為正好就可以做一個蠻好的銜接 《知智通鑑》 各位大概也可以試著去找一些 有白話翻譯的 配上一些圖片 配上一些表格的 一種濃縮的版本去做介紹 大概就是《史記》再加上《知智通鑑》 至少我們中國的歷史 從夏商周 秦、漢、隋、唐 一直到宋朝 對於我們中國算是比較前半段的歷史 就有了一個認識了 當然對於宋朝之下的歷史 可能就必須要耐得住性質 就是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看下來 但是要看各位就是說 如果只是要比較簡略的 了解我們中國歷史的話 那是可以看一些近代學者的著作 我覺得如果說是一些大家比較有公認 有水平的 那不妨可以多看一下 那我們回到接下來的一個進度 首先還是複習 就前面講過的 中國的一個史學 它在寫的時候 大致上目前是有三個架構 一個是以事情為主 一個是以編年為主 一個是以人物的傳記為主 只是這三種 它以其中一個為主 大概就是會夾帶其他兩個 比如說尚書 它以紀元紀世 春秋以編年可是又有紀元紀世 那到了史記 它以人物為主 可是在寫人物的時候 同樣還是有紀元紀世 同樣都是有編年 所以我們中國的 關於歷史書籍的這三種寫法 它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不需要互相排斥 再來就是對於史記這本書 我們先針對它的內容 做一個大概的介紹 史記一共有130篇 而且每一篇裡面的文字數量 都還蠻多的 所以有52萬多字 各位可以算一下 52萬去除以130篇 那大概每一篇的數目有多少 而且這所謂的130篇裡面 有一些是屬於表格式的 它的字當然就更少一些 所以它130篇裡面 有12篇叫做本紀 有30篇是叫做世家 有70篇叫做列傳 那再來還有十篇就是以表格來呈現 然後有八篇是它的名稱叫做書 來呈現 一共分成五大類 本紀、世家、列傳、表、書 這五大類 這五大類其實是司馬遷去融會貫通 過去的這些史學的著作裡面 然後把它融會貫通成為這五大類 這五大類定下來之後 接下來各個朝代的歷史 官方的歷史就是以司馬遷的這五大類為標準 稍微有一些修改 但原則上就是這五大類 那一開始講的是本紀 算是整本書的一個大綱 就是算是一個綱要性的介紹 是屬於邊連體的 所以在史紀裡面 它有邊連體的性質 就表現在本紀這一大類 有些就是時間拉得比較長 因為可能司馬遷當時所能夠掌握的 屬於更古代更古代的歷史資料 歷史文獻也不多 再來可能某個朝代 它的整個歷史事件的變化起伏也不大 所以它常常就是以一個朝代 甚至好幾個朝代就寫在一篇裡面 比如說五帝本紀 就是以我們中國古代歷史上有五個朝代 合起來寫成一篇 再來夏商周是三個朝代 合起來也寫成一篇 再來到了秦朝 單獨寫成本紀一篇 再來到了秦始皇 這個皇帝又特別合起來 單獨寫一篇 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 就是第一位稱為叫做皇帝的 就是這位秦始皇 而且確實在他那個時候 對於中國的整個 不管是政治制度 或者是社會的組織跟制度 或者是屬於經濟 然後國防等等 他當時所規劃出來的 對於中國以後各個朝代 都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在後來的朝代 就是每個朝代每一個皇帝 他們每年固定在祭祀祀祀祖先 祭祀天神 欲皇大帝的時候 一定會特別去祭祀秦始皇 把秦始皇当成是 就是皇帝的第一个顺序 虽然已经后来已经改朝换代了 可是每个朝代每个皇帝 每年在举行大型祭祀的时候 一定都会特别去祭祀秦始皇 这是属于中国古代的一个文化常识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事实上秦始皇他们当时所规划出来的 不管是中央政府的组织 地方政府的组织 包含整个地理的一种行政区的规划 包含政治经济文字等等的 都影响了不只是秦朝而已 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个朝代 所以事实上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评价 一般常常讲到说他很残暴 然后他焚书坑儒 可能都比较多是负面的评价 可是如果站在说 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 有一个很深刻影响的 那秦始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这一些都算是用编年的体力写下来的 一路下来到汉朝可以说就是一个皇帝就有一篇本记去记录 所以是十记里面属于本记一共有十二篇 是整本书的大纲采取的是编年的这一种这种技巧 那就跟春秋经里面那种编年按照年月日来记载历史 这是我们讲历史的最基本 而且是共通的写法 其他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 他们的历史也都有编年体的写法 那再来介绍的第二类叫做释迦 释迦其实指的就是诸侯一个一个的诸侯国 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呢 一个诸侯国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大的家族 有他的领土有他的爵位 这个领土这个爵位是可以代代相传的 就是一个一个诸侯国 那春秋的时候有十二诸侯 再来到战国有六国一路下来排列下来 只不过在史记里面记载这些诸侯他们的大家族 有些是可以传承上千年或者好几百年 那有些可能传个三五代七八代 他这个诸侯国这个家族就没落了 所以主要还是去记录这一些诸侯国这些家族 他们的事迹是属于济世的 那我们前面讲过属于济世的原则上就比较接近于上书 这一本书他的一个写作的格式写作的架构 那前面讲春秋经他是以边年来记录的 那么史记里面属于世家 讲到这些诸侯国这些大的家族 那主要就是讲这个诸侯国或者这个大的家族 他的整一个从兴盛到衰落中间所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你在用边年来记录就不是那么恰当 所以他变成是以济世为主 好 再来讲到的是列传 属于史记内容里面的第三类 也是整本书里面 他的那个篇幅篇章最多的 一共有70篇 我们前面介绍到史记整本书一共有130篇 那么列传就超过一半 就是70篇 可以说史记整本书里面 那个篇章的数量最多的就是列传 所以也是整本史记里面最主要的部分 也算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力 所以一般我们说 那史记这本书 他主要的一个叙述的架构 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模式 就是以列传为主 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是他独创的 虽然如果从过去司马迁以前的来看 有些书籍 他也开始会写一些人物的传记等等 可是都没有像司马迁一样 把它独立出来 而且变成某一本书里面最主要的部分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角度认为说 这个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力 就是一种写作的格式 写作的架构 不然的话事实上在论语 在孟子 在莫子 在庄子里面都有很多描写人物的 他的言行等等 这些都算是列传这一种写作技巧的一个渊源 但是以前的这一些 《论语》、《孟子》、《莫子》、《庄子》这些书呢 对于人物的描写 都还没有成为一个系统 都还没有很具体 等于说都是草创时期 大概一直到实际 那么对于人物的一个传记的写法 才算是真正的成熟 正式的兴起 所以我们站在一个角度 说是太史公独创的 那个独创不是代表说 前面没有突然无中生有 而是慢慢慢慢慢慢 可是到了实际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来说 这种对于人物传记的一个写法 已经正式的确定了 已经形成了他的一个 有系统有理论的写法 所以我们说是他独创 而不是说前面都没有 突然无中生有冒出来 才叫做独创 那我们介绍的第一类叫本记 第二类叫世家 第三类叫列传 之后第四类叫做表 可能很多人在读史记的时候 很少去看表 因为不容易看 就是一个表格 然后你要上下左右去对照 它不像文字的叙述 这个表你要花时间去找 甚至呢 如果有好几张不同的这个表 你还要再去想办法重叠起来 把它排列起来 所以很多人在读史记的时候 可能对于表就直接忽略过去 跳过去了 但是呢 你要对史记整本书 能够提纲窃领的话 那这个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绝对不可以把它忽略 把它跳过去了 所以情报先生说 这是整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节 就好像说 比如说我们讲 一栋房子 那你要能够说 让这个房子里面的每一个房间都有电灯 都有电视电脑的话 你一定要拉很多的电线 透过这个电线才能够把电力输送到每一个房间 然后让每一个相关的电器设备都能够通得上电 那这个电线一般来说可能都在墙壁里面 你是看不到的 不然说房间里都爬满了电线 看起来可能比较不美观 同样的在史记这本书里面 表的功能就像是隐藏在墙壁里面的电线一样 我们使用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拿着那个电线插头 插到插座上就有电了 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说 这个插座的更后面更里面 隐藏在墙壁里面 是整栋房子 关于电线的整个线路 那个线路是刚开始盖房子的时候 就必须要留下它的位置 然后要把那个电线就要在墙壁里面 就要把它先安装好的 我最会举这个例子是因为 我的父亲就是一位水电工人 我小时候常常跟着父亲去做这一些工程 他们就是三五个人七八个人 就自己组成一个小型的工程队 到处就去接这个小型的工程 那我大概小学五六年级 国中的时候 甚至高中的时候 只要有时间 就跟着父亲 就到处去做这个工程 做简单的事情 所以对这个东西蛮熟悉的 所以上课之后就用这个来做举例 像这个表 各位把它理解成就是 你们家里面各个房间在墙壁里面的那一些电线 没有那些电线 你就算是把电器插到插座上 那个电不会来 插座本身它不会有电 是要靠它后面的电线 整个房子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那同样的你要去读史记 一个一个的篇章 最后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 就是靠这个表 但是很可惜 很多人在读史记的时候 其他篇章都去读了 对于这个表看起来 就觉得就是格式化的东西 他就不知道说要把 之前读过的史记的其他的篇章 再透过这个表 再一次的把它重新的组织 重新的整理 把它融会贯通 事实上这个表格 也很像是我们 你去读一本书之后 你读完了 你要能够把那本书的内容 把它提纲切领 你写出来的那个提纲切领的东西 大概就类似于史记的这个表 所以借这机会跟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 如果以后各位有时间去读史记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把表这个东西 就把它跳过去了 你可以先读其他的篇章 都是文字说明的篇章 把他的内容理解之后 最后透过这个表 把它这样子纵横 把它连贯起来 不然的话 你读的实际的其他一篇一篇的篇章 要怎么样能够把它交织起来 成为一个立体化的历史呢 就要靠这个表 所以提醒各位讲一下 那它分三王式表 就是古代夏商周历史比较疏略 所以就是以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段落 来去记录它的一个历史事件 事实上这个表里面 其中的任何的交织出来的 每一个焦点每一句话 都可以个别个别 找到很多资料 把它扩充成一个篇章 换句话说 实际整本书 其他用文字叙述的篇章 如果再把它浓缩精简之后 就会变成这么多表里面 整个纵横交错出来 得到的一句话 所以如果我们用《华言经》来做比喻 因为佛学院的课程 各位知道 《华言经》还有分什么 小品华言 中品华言 大品华言 小本华言 中本华言 大本华言 当初龙树菩萨到龙宫去 把这个《华言经》要请出来的时候 他就考虑说 一般的人 中品华言 上品华言 根本没有办法去阅读 也没有办法去把它理解 把它记起来 所以到最后 他是把小品华言请下来了 我们所说的小本的小品华言 现在是被称为叫做八十华言 八十华言里面的每一卷 里面的每一个段落 都可以把它看成好像是一种 纲要性的 已经经过浓缩提炼才写成了这一段 每一段如果你再去扩充的话 又可以再扩充成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 所以《华言经》 如果比喻来讲 《华言经》就像是整本史记一样 所以《华言经》的每一卷 每一个篇章 就像《史记》里面的每一个文字叙述的篇章一样 可是每一卷的内容 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你要怎么去看出来呢 就像《史记》里面有130篇 那其他的用文字叙述的篇章 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要怎么去看出来呢 在《史记》这本书里面就是透过表 把它做一个立体化的 一个纵横交错的一种组织跟呈现 那至于说《华言经》 是不是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表 那当然就看各位 这是在我们佛学院里 就是其他比如说我们的海运和尚 或者其他的老师们 对《华言经》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 在《史记》里面 它对于十二诸侯年表 春秋战国时期的六国年表 它是分年座表 所以所有春秋战国里面的事情 哪些事情在哪一年发生 甚至某个国家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跟另外一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 是在同时还是相差多久 在这个表里面一看就一览无遗 比如说我们讲在春秋有十二诸侯 在战国的时候有六国 各位比较熟悉的应该是战国时期 我们讲战国七雄 然后把秦把它去掉 所以就变成叫六国年表 战国七雄里面把秦国去掉 剩下的六国 那一般我们在接触到战国的历史的时候 可能就是把它分成一个国家 在一个国家去认识 当时的齐国它的整个历史 当时的楚国是什么历史 然后什么韩兆魏 楚 还有燕国 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 去同时的去认知 可是如果说请问你说 在我们讲说在西元500年的时候 西元前500年的时候 对不起 西元前400年的时候 请问这几个国家同时发生了什么事 你可能就要一个一个回想 西元前400年的时候 齐国发生什么事 楚国发生什么事 韩兆魏三国家发生什么事 燕国发生什么事 当时的秦国发生什么事 然后才把它弄出来 再问你 西元前300年的时候 当时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哪些事情早发生 哪些事情晚发生 事情跟事情之间前后关系怎么样 这个要靠什么 要靠六国年表 一排列出来 你可以看整个国家的 也可以看这个国家 跟另外一个国家的 也可以去看某些事情 他们前后的影响性跟关联性 所以我们就大致上这样子说 就是说我们对于战国时期 战国七雄扣掉秦国之外 剩下的六国 我们一般可能都是分成不同的国家 去认识他们的整个历史 可是如果你要综合起来看 就要透过六国年表 你才知道说 在同一个时期 这几个国家分别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以某一年 比如说西元前四百年 然后我们就算说 早期的发生什么事 晚期的发生什么事 那中间有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 到底是如何 像这个一定要透过六国年表 才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那到了秦汉之际 这个楚汉相争的时候 因为变动得更快 而且事件也更复杂了 而且这一段楚汉相争的历史 对于汉朝的人而言 是一个更接近的历史 所以他们当然就更注意 更在乎 那所掌握的资料也更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就不是用年表 而是用月表 把它讲得更仔细了 所以实际 关于表一共有十章 从时间的跨度很长的 到慢慢慢慢慢慢 以年甚至以月 以国家 可以随着他整个历史 所记录的事件不同 然后来作表 真的是能够发挥一个 提纲窃领的效果 所以我自己在读史记 各个篇章的时候 有时候也一下子 没有办法看出来 不同的篇章之间 它的一个相关性 甚至是不同的篇章之间 都会隐藏着作者司马迁 他在写的时候 会有一些言外之意 或有一些他故意 想要隐藏起来的东西 不方便直接写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 常常就是透过这个表 这十章表 去把它串联起来 然后去对照出来 所以我自己在阅读史记的经验 确实这十章表 是能够发挥一个刚举目张的效果 那最后的第五个体力就讲到书 书其实各位可以把它看成就是 一个专题报告 我们讲一个研究报告 比如说各位如果是上班 那你在公司 你可能要对于说 你们去年 或者是上半年 或者是上一季 或者是上个月 你的整个工作的内容工作进度 要做一个业务报告 你如果是会计的 那就是会计部门的报告 你如果是行销部门 就是行销部门 你的业务报告 你如果是属于那种客服部门的 研发部门的 你就要你各个部门的一个专题报告 老实说这个书 其实各位把它理解成 就是在我们历史学里面 各个不同专题的专题报告 用这角度来看 就是专门为某一件事 然后你写一个专题报告 比如说下雨至水 那是跟水利有关的 那就写了一篇叫雨垢 那到了汉代 也有这些相关的水利问题 所以司马迁就写了一篇 叫做核渠书 这个就是古代的关于历史 然后有很多很多专题 跟经济有关的 跟国防有关的 跟财政有关的 跟教育有关的 然后跟什么什么有关的 就会写用书这种格式 来写一个专题报告 所以要了解说 中国不同朝代之间 比如说关于教育制度 有怎样的演变 那你就要看每一个朝代里面 关于书的部分 你把它整个串联起来 你就知道说 从夏商周到秦翰隋唐 宋元明清 每一个朝代的历史书籍里面的书 跟教育有关的书 你通把它找出来 那把它做一个总整理 那这就是对于中国的历史里面 对于教育制度的一个专题的报告 然后中国的经济 财政 金融 中国的国防 你通通可以用这种方式 把它整个串联起来 当然这是一个大工作 前提就是你对于 每一个朝代的这些官方的史书 关于书这种格式 你都要画功夫 然后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去看 那才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贯通的整理 但是至少各位可以了解 所谓的书就是一个专题报告 所以很多人在看史记的时候 最喜欢看的就是那种跟人物传记有关 一共70篇 是整本书最大量的部分 也是写得很精彩的部分 可是如果说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的话 那除了去看这些人物传记 其他的像表啊 像书啊 那看起来比较文学趣味没有那么多的 看起来就这样子比较 比较没有滋味的 可是如果说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 这一些仍然值得我们花功夫去学习它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都会只学到 一个片段片段的 一个一个篇章 就是一篇一篇文章它所叙述的 可是最后没有办法融会贯通 所以提供给各位一个硬件 不管是读史记也好 或者是读接下来各个朝代 就是官方的正统的那个史书也好 千万要善用 要多运用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最后那两个 属于表 还有属于书 这样子呢 能够对于每一个朝代 还有不同朝代之间 属于它的一些专题 它的制度 它的整个文化 经济等等 你才会有一个一脉相承的 那知道它的整个发展跟演变 而不是说都是切片的 片段式 片段式 甚至都只有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点 这样子的认知 这样子对于历史来说 就太疏略了 就是到处都是零零散散的 并没有把它系统 把它调理化 那要怎么样把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 都能够有系统 有条理的把它贯串呢 就是靠着我们刚刚讲过的 第四个表 还有第五个书 只是很可惜 一般人看历史 总是喜欢看这些历史人物 它的一个事迹 那就是好像当比较有趣味的故事 看过去就算了 真正要深入到历史 那么表跟书 是一定不能遗漏的 最后我们大概用一点时间去提到 秦慕先生他从上书到春秋一路介绍来 接下来到史记 然后他谈到说 中国的史学 那我们前面刚刚讲说有属于 既言既式的 那就像上书一样 有属于像春秋 那种属于编年体的 还有属于像史记 这一种以人物 计算体为中心的 可是这些都是属于历史著作 刚刚讲过的 这属于历史著作 历史著作该怎么写 它的架构 然后它的整个切入的角度 接下来呢 钱穆先生他讲这个东西呢 又再提升一层 他讲是说 中国的史学 有一些是属于去考史 考就是去研究 去考察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这东西怎么演变 那东西怎么演变 那就是要用比较客观的 然后比较下基本功夫 就是去考察它 去研究它 尽量恢复它的客观 第二个叫论史 论就是去讨论 你去考察出来了 再来就是去进一步讨论说 这个东西本身它的影响 它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 然后呢 时过境迁之后 它做了怎样的一个变化 那有怎么一些后续的副作用等等 去讨论到它的一些 是非啊 得失啊 成败啊 去评论它 进一步第三个叫做注始 就是你要去写 把你对于历史的看法 甚至你中间所碰到的问题 你中间怎么样去研究的 最后怎么样得到这个结论的 你要去把这个东西写下来 这个叫做注始 那秦布先生他最后希望的是 就是透过对于历史的学习 一步一步的从考试开始进入到论识 再从论识进一步到注始 因为就像是我们常举例的 好像在跑赛跑 是一个接力赛 我们从前辈的手中把这个棒子接下来了 我们尽我的本分跟能力 跑属于我们的这一段 接下来这个棒子要接下去 如果说没有人接着去注始的话 那以后的人就没有资料 能够去考识跟论识 所以这三个是循环式的 并不是说从考识到论识到注始 那就结束了 还要去想到以后 想到历史的发展 想到历史的一个延续性 那站在钱穆先生 他当时所看到的认为说 很多人只是在做考识的工作 可是没有进一步去论识跟注始 那就还停留在一些 比较零零散散的一个点 还没有办法把它连成片 连成面 最后连成一个整体 甚至把它延续下去 所以秦布先生对于史学一路要讲下来 然后最后他提到了这个考识论识跟注始 那就是整个又超越 又提到更高的层次来讲了 当然希望是我们在整个史学的学习 从考识进一步到论 进一步到去写历史 就是像一个接历赛一样去写历史 所以他提到说在做学问 不能够只是着重着去找资料 然后把这些资料写下来 应该要懂得怎么样去判断 怎么样去给他做组织跟整理 怎么写 事实上也要有那种想要去 像接历赛一样去写历史的这个心态 对自己的要求 然后你前面的那个考识跟论识 你才会很用心的去做 而不是说为了考识而考识 为了论识而论识 如果说你是站在说 你要接历赛要继续写历史的话 那么你对前面的考识跟论识 你会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然后你会用更深的功夫去打基础 他就举例说就像盖房子一样 要先有一个大的架构 那个大的架构出来之后 然后其他比较细部的装潢 细部的隔间 那个可以慢慢做没有关系 可是一开始那个大的架构 要能够建立起来 那种眼光 还有那一种比较正确的 一个学习的方法 一个研究历史的方法 那个要出来 事实上不是只有在学习历史 研究历史 包含我们现在佛学院 我们在学佛 或者我们在世间法 在做事业 一开始的那种大的格局 大的那种眼光跟心胸 一开始就要出来 这有点像我们说 你要盖一个建筑物 你至少要画个蓝图吧 画个蓝图你才可以去做 这边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们海云和尚 他常常提到说 戒律就是蓝图 我对这一点其实蛮有体会的 各位朋友们不妨也去想想看 在佛法里面 戒律它真正的精神 真正的作用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蓝图 不是让我们绑手绑脚的 而是让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心胸 很宽广的心胸 所以学华言 我们说五教小始终顿圆 我们学的是华言 学的是圆教 那么学华言的人 那个心量 那个心胸要大 是大心菩萨 那个心胸心量要大 那怎么样叫做你的心胸心量要大呢 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 就是你一开始的那个格局 那个气度要大 我们开玩笑的话 就是说不要小鼻子小眼睛的 那样子就是斤斤计较的 跳不出来的 大概都一开始的那种格局 那个气度就没有了 那更何况我们道场这边 和尚这边一直提醒说 要有大的愿力 要效法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 那也是要有一个很宽广的心胸 所以他就提到说 如果把自己局限在一些小的东西 就是一段一段一项一项去找材料 把材料拼拼臭臭臭支离破碎 这个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学问 做学问确实是如此 那我想学佛修行也是如此 如果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这本书看了几句话 从那边什么地方又听了 某些法师的开示又听了几句话 那自己拼拼臭臭 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用怎样的心态来拼拼臭臭呢 我们可能都是以自己认同的 了解的来拼拼臭臭 那如果我们是讲学佛跟修行 那我们所认同所了解 所拼臭出来的东西 可能里面是有很多杂质杂训的 所以和尚在开示 还有他的著作里面 常常提到说 我们自己要反省要关照 我们对于佛法的很多知见 是有很多杂质跟杂训的 要能够有办法反省 观察到自己的这些杂质跟杂训 然后要清清楚楚 完完整整的把华言的整个经教学起来 我非常佩服和尚 就是说他说 你要知道 你要来这边 那么你自己要学什么 然后这位师父要教你的是什么 如果你自己想要的 跟这个师父要教你的不一样 那这中间常常就会有一些矛盾 那你要清楚说 这个师父要教你的是什么东西 那不要用我们自己原来在别的道场 或者自己到处听来的那些佛法的知见 然后好像要去跟道场 跟我们海云和尚去切磋 这样的心态就是一个比较没有反省能力 比较没有恭敬心 对于法没有恭敬心的心态 要很清楚和尚这边要教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先把自己过去的那一些知见 先放下 先有系统 有条理 完整的来接受 属于道场这一边的经教跟刑法 然后在整个接受过程之中 也不要老是有自己的意见 谁谁谁说什么 什么地方说什么 什么书说什么 这样子其实是自己去阻碍了自己 对于整个华言的经教 没有一个有系统有条理的学习 借着机会跟各位提一下 那前部先生他对于史记的介绍 或对对我整个史学名著的介绍 差不多他的重点也就到这里 就提到说我们刚刚上一页 所讲到的考史、论史跟著史 那事实上他对中国这些史学名著的介绍 大概到这里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也是他想要去提醒 当时的这些有兴趣的人 能够把自己的眼光跟心胸能够扩大 不要只停留在考史方面 要到论史、到注史 甚至进一步 让自己站在一个要注史 要去写历史 像接力赛场、接棒去写历史的态度 来要求自己 然后回过头来 让自己在考史跟论史的时候 可以更谦虚 可以更用心 把自己的心沉淀下来 花个七、八年、十几、二十年 在历史这个学问上能够很深入的耕耘下去 那我们这一学期对于国学概论属于史学方面的 我们主要都是借用钱穆先生的书 还有他一些演讲里面 跟各位做介绍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概论 所以除了对于史学做概论之外 也是希望透过 对于钱穆先生 我们等于是也向各位介绍的这一位前辈学者 那各位主要要去看看说 他的一个对于史学的一个做学问的方法 我比较希望是透过这个课程 等于说跟各位介绍了这一位前辈 他怎么样去做学问 我们可以去学他做学问的方法 然后怎么样去入门 那先有一个方法 那我们进去之后 慢慢的摸索 我们可以去请教其他的良师义友 可是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边听一听 那边听一听 这边抓几句话 那边抓几句话 拼拼凑凑而来的这个学习方法 看起来是能够集合 很多很多人的一个优点 可是事实上 你会没有自己的一个基础 跟轴心 所以在课程 也算是我们这学期属于史学部分 一个结束的地方 跟各位朋友做这样子的分享 就是说 当然各位不一定要以勤募先生为主 如果你觉得过去的前辈 或者现在的这些史学家里面 有某一位你觉得很不错的 请记住 先以这一位为目标 整体的先学完 然后自己也努力过 然后慢慢去摸索 然后慢慢去学习 最后你也可能成为一个专家了 然后你再可以把你的经验 再去分享给其他的人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最好是能够先选择一位善知识 而不要同时听好几位善知识 然后发觉好像善知之间都在打架 其实不是善知识会打架 是我们自己的头脑 我们自己那个拼拼凑凑的心 给自己制造了障碍 好 那我们这一学期 属于国学概论史学的课 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